我们继续讲色谱分析 我们在上次课中给大家介绍了色谱分析的第一节 就是它的概述 第二节理论基础 然后我们从第三节开始 我们给大家介绍两类最常用的色谱分析方法 就是所谓的气象色谱和夜象色谱 那么我们在上次课中 我们已经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气象色谱的基本的构成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说气象色谱实际上包括了四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载气部分 静样部分 分离部分和检测部分 那么在载气部分 我们说常用的载气主要是氮气和氢气 其次是雅气和氦气 那么载气我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是要纯净 第二我们说是要稳定 因此我们说有时候也采用 类似于光谱的双光路的方式 它采用双气路的方式来校正 由于波动所引起的误差 那么静样系统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种 一种就是一般的气体或者液体的静样 我们说一般的气体是最容易的 直接注射 液体静样我们需要一定的加热装置 而对于大分子的化合物 我们上次讲了 比如说有一些聚合物的话 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管式炉热丝 或者是距离点的加热器这样的方式 那么距离点的裂解器 我们说它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到了距离点的时候 它温度就稳定了 因此它的裂解 这个结构比较恒定 所以我们就容易测出来一个高基物 在裂解以后 它的指纹图谱 从而得到它的高基物的基本组成 这是建样系统 第三个我们讲了分离系统 分离系统主要包括色谱柱 和柱的温度的控制装置 那么色谱柱 我们说现在气象色谱主要是两类色谱柱 一类是填充柱 一类是毛细管柱 毛细管柱是一种空心注意 它把固定像是徒布在毛细管的管壁上的 由于徒布在管壁上之后 为了减小船只阻力所造成的峰的展宽 所以毛细管的直径一般是比较窄的 但是它的长度可以比较长 几十米甚至到上百米这样的长度 都是可能的 那么固定像 我们说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吸附剂 吸附剂它的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有托尾现象 我们上次讲了 它主要是用于一些永久性气体的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液体的固定像 液体的固定像 我们说主要是把一个固体的单体上面徒布一层液体 这个徒布的方式可以是机械的徒布上去 也可以是通过化学建核的方式把它做上去 那么由于大家知道在气象色谱中有和音象色谱不同的地方在于气象色谱的流动向 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 我们一般要么就是氢气 要么就是氮气 那么在特殊情况下用一点氦气或者是氧气 因此呢我们要像靠流动向来区分不同的化合物是很困难的 那么因此呢在气象色谱中我们重点要变的是固定像 那么因此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比如说液象色谱一般厂家卖一个碳18柱 它就可以卖一辈子 但是液象色谱不一样 气象色谱呢我们不同的实验室或者是在同一个实验室不同的任务 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柱子 那么各种各样的柱子 我们要都是从厂家去买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厂家也不可能有这么全的各种各样的柱子 因此呢自己图布固定像自己装柱子 在气象色谱里头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大家下一学期做这个仪气分析实验的时候 老师会给你教怎么样来装柱子 就是怎么样来图固定像 怎么样来装柱子 怎么样装出来的柱子比较好 那么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这个色谱理论呢就联系起来了 那么装柱子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选择固定页 我们上次呢给大家介绍了固定页选择有几个原则 我们说主要是四个原则 如果是非极性的固定像怎么选择 如果是中等极性的固定像怎么选择 如果是极性的固定像怎么选择 如果是既有极性又有非极性的固定像怎么选择 我们上次特别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本和环几丸的例子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要是有极性和非极性的物质共同存在的时候 常常选择的是极性的固定像 那么我们上次呢给了大家几个数字 就是说随着极性的增大 它们的分离度会增大的 当然我们也说了并不是分离度越大越好 因为分离度越大意味着消耗的时间就会越多 因为这个物质要想分离度大 它至少有一个物质要在柱子上难下来 另一个物质比较容易下来 如果难下来这个物质要想把它留下来 那么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话 就会引起瑟普风的展欢 就会带来我们工作上的时间上的消耗 因此我们最希望的是 如果有两个物质 这两个物质最好是 2等于1.5左右的时候下来 也就是这个风 刚下来那个风就上去 达到极限分离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当然实际上呢 可能不会有这么理想 但是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 达到最好的分离效率 这是我们瑟普追求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那么为了这样 我们就有必要来选择合适极性的固定像 那么怎么样来判断一个固定像的极性的大小呢 我们说我们过去学过无机化学 学过有机化学 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每一个分子 对吧 每一个化合物 它的极性是不同的 我们也知道了哪个化合物 比如说纯的极性 全的极性 酸的极性 纸的极性 我们其实呢 已经大体上知道了 但是到了瑟普上 真用的时候 我们前头学的这些东西啊 我们会发现老师讲的就太宽泛了 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数值 比如说纯 那么以纯的极性是多大 丙纯的极性是多大 丁纯的极性是多大 那么酸 酸的极性是多大 酸和纯相比 它大多少 有没有一个定量的指标 那么我们说 实际上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呢 给不出来这样一个定量的指标来 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 当我们到了实验室以后 我们就要想办法来测试 一个固定向 它的极性的大小 怎么样来测呢 我们说很简单 其实有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把自然界所有的 我们能用的固定向 或者说自然界所有的物质 它的这个 如果能做固定向的话 它的极性 我们都能很简单的测出来 然后我们给它列一个表 那么我们怎么来测呢 一般是这样来测 就是我们拿两个标准物质 一个叫钉二锡 一个叫正钉丸 这两个物质呢 我们拿来做标准 我们想办法把这两个物质分开 然后看它分离的程度 分离的程度 的大小就和这个固定向的极性 就有了密切的关系 那么具体定量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计算 它是这样的 大家看 我们首先呢 我们拿一个我们的未知的柱子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固定向的极性是多大 我们把它涂到我们的单体上 然后装到柱子里头 然后我们就来分钉二锡和正钉纯 正钉丸 我们来分它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会得到他们两个的保留时间 对吧 两个封 那么得到这两个封的保留时间以后呢 我们按照这个公式 就是K5等于log 然后呢 上头是钉二锡 底下是正钉丸 它的保留时间 我们按照他们两个的保留时间的笔值取一个对数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K5 那么这个K5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固定页的K5值 然后呢 我们再拿两个标准的柱子 这两个标准柱子 一个是图的是 贝达贝达仰二错琴 一个呢 图的是绞杀丸 为什么拿这两个柱子做标准呢 原因是 这两个柱子是我们现在已知的自然界里头能够做固定页的物质里头 一个是极性最大的 一个是极性最小的 所以呢 绞杀丸是一个极性非常非常小的 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极性的物质 所以呢 我们拿绞杀丸呢 做一个尺子的一头 拿贝达贝达仰二错琴 它是一个我们已知的极性最大的固定页 做另外一头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两个固定页图到两根柱子上 然后呢 我们再来把钉二锡和正丁丸过一下 这样呢 钉二锡和正丁丸在贝达贝达仰二锳琴上 在绞杀丸上 以及和在我们未知的这个柱子上呢 我们就得到了三个K物质 是不是 我们就得到了三个K物质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它的极性了 就用这个公式来算 任何一个物质的极性呢 就等于PX 它的极性PX呢 就等于100 减掉100 然后呢 我们不是刚才得了三个K物质吗 一个是我们这两个物质在绞杀丸上分离的 就是一个是在贝达贝达仰二锳琴上 一个是在未知的柱子上的 然后呢 我们把贝达贝达仰二锳琴上的K物质 减掉我们现在要测的那个未知的K物质 然后底下是贝达贝达仰二锳琴的 减掉绞杀丸的 我们三个K物质不是都有吗 那么我们就求出来了PX 那么现在大家想想 贝达贝达仰二锳琴的 PX等于多大 脚杀丸的等于多大 是不是当 如果我们K物X等于K物脚杀丸的时候 那么PX就等于0 如果K物X等于K物贝达贝达仰二锳琴的时候 PX就等于100 是不是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选的这个标词呀 是一个是0一个是100 然后剩下所有的自然界的物质 它的极性都应该介于0和100之间 是不是 但是也有人这个在表上他把这个这个0呀 他他有时候写成1 但一般来讲应该算出来应该是0 那么然后呢 我们拿他来呢 实际上呢就能够把自然界我们知道的可以做固定向的这样的所有的物质 我们都带到这个公式里头一算 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物质的极性的一个排列的顺序 然后我们把这个顺序呢 实际上呢 现在已知的我们能够买得到的这个固定页呢 我们实际上从手册上都已经能够查出来它的这个值了 那么然后呢 查出来以后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来选择 我们如果说它是个极性的物质要分离 我们不是要选极性的固定向吗 那我们就在极性的那一部分去选 如果是非极性的我们就在非极性的选 那么选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呢 我们说所有的自然界我们已知的固定页都在0到100之间 但是呢 人一般把它分成五个区 正一正二正三正四正五五个区 也就是说每20个数字的这个极性算一个group算一个区 因为他们的极性相对的来讲离的比较近一点 这样我们选择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不一定光考虑极性 有时候还要考虑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所以呢 我们在选择极性接近的时候 还要考虑一下固定页的分子结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区 使用的时候呢 就比较方便 大家看 这是我从手册上呢 这个拷贝一个表 大家来看 你看这个表上呢 它这个脚砂丸呢 大家看 它的这个相对极性 对吧 它说是正一 我们知道从正一到正五嘛 那么这个正一的时候是极性最弱的 对吧 那么正五的时候呢 是极性最强的 所以大家看脚砂丸呢 是正一 贝大贝大阳二秉情呢 是正五 实际上呢 如果是直的话 脚砂丸是零 贝大贝大阳二秉情是一百 是不是 然后呢 其他的 你看我们常用的几个物质 它们都有它们各自的 这个极性的顺序 都有各自极性的顺序 这样我们在这个手册上一查 然后呢 我们去做一下 做一下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分离不太好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能够选三个呢 我们说我们先选一个用弱极性的 我们测了一下 它是1.5 然后我们再用极性强一点的 我们测出来就是3.9 我们再选更强的 那么就是6.3了 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们就可以选不同极性的物质 然后呢 我们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结果如果不好 那么不好是极性太强了 还是极性太弱了 如果极性太强或者太弱 我们在手册上再去向两个方向上 再去选更合适的 这样呢 我们就优化了我们的这个固定液的条件 就能够使我们所要 分离的物质达到最佳的分离 这就是气象色谱 固定液选择的一般的原则 但是呢 固定液选择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在气象色谱里头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可以控制分离 这就是温度 那么温度呢 在气象色谱里头 其实有两个作用 它的最基本的作用 首先是它要恒温 我们知道我们在推导塔版理论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分配系数 开 开是一个热理学参数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温度不同的时候 开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分离的时候 那么我们 开值 就是我们如果温度保持的 不恒定 那么我们的开值 就可能是个变化的值 开值如果变化了 那么保留时间就变了 因此呢 对于一个组分来讲 我们常常在气象色谱里头 是用保留时间来定性的 就是哪一个物质 在第几分钟 第几秒钟出来 我们就认为它是哪个物质的 那么如果保留时间变了 那么标准 注射标准的样品 和注射实际的样品的时候 如果它俩的温度 稍微有一点波动 那么保留时间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呢 在气象色谱里头呢 我们要控制温度 这是我们恒温系统的 第一个作用 恒温系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调节分离 你比如说吧 我们有这样一个分离 大家看 这是最常见的 就是上头最上头这个图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分离 就是我们有三个物质 我们有两个物质呢 很快就留下来了 第三个物质保留时间特别长 比如说保留两天才能留下来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就得加强 这个就是我们把固定液呢 要变化 变化了以后 想把第三个物质提前 可是当我们把第三个物质提前了的时候 前两个物质并到一起去了 分不开了 对不对 那么常常有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选择固定液可能就不太起作用了 因为你固定液 如果急性 不合适的话呢 那么要么前两个并到一起 后一个很快下来 要么是前两个分得很好 后一个很长时间 几个小时都下不来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温度效应来控制它 我们知道这个分配系数呀 对吧 它是指组分在固定向和流动向的分配 达到平衡以后的比值 温度越高 组分在固定向分配的能力就越弱 因为它挥发出来的能力就更强 所以呢 随着温度的增高 组分就会先 就会比较快的流下来 因为它在固定液里头呢 它的作用能力就减弱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比如说 如果我们说光提高温度的话 很可能这两个越挤越紧 最后就分不开了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风再往前 那么这两个风就并一起了 我们要想分成这个样子 第三种的 这种样子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 先在这个温度下 把这两个分开 这样子我们得到了这两个很好的分离 然后我们迅速的提高温度 然后呢 第三个风呢 在高温下呢 因为它保留时间很短 它就很快的下来了 这样我们通过温度的调节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既能够达到极限分离 同时呢 又能够这个 分离效果又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图 大家看这就是一个实际的 利用程序升温的方式 我们来分的一个 这个从这个碳9到碳10 这是15的这个一个有机物的这个分离 大家看如果不采用程序升温 我们采用一个恒温 在150度的时候 大家看最后一个风 风大约在90到95分钟才能留下来 这样时间就很长 而前头这几个风呢 我们觉得又不太满意 离的又太近了 甚至达不到极限分离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一个这样的程序升温 我们不从150度开始 我们从50度开始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T度的温度 那么50度到250度呢 每分钟提高8度 我们一起自动设置一个这样的程序升温的过程 从50度升到250度 每分钟给它提高8度 那么大家看 这个分离呢 就非常非常的好了 对吧 几乎每个风的都是很均匀的把它达到了极限分离 但是呢 相应的时间呢 又不长 你看最后一个风才在差不多32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出来了 这样子 从90多分钟到30多分钟 我们节约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 对吧 这样我们大大的就提高了分离的效率 这就是说 在气象色谱中呢 除了选择固定向以外 实际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控制温度 我们采用一个程序升温的方式 我们有可能能够比较好的使我们各个混合物的组分达到满意的分离 这是我们讲的第四部分 就是色谱柱 最后一部分呢 是检测器 气象色谱的检测器呢 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 因为气象色谱分离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成分是不是分开了 这个成分到底有它的浓度有多高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检测器来进行检测 所以我们说检测器的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把色谱分离以后的各个组分的量 转变为可以测量的一个电信号 然后呢 记录下来 大家注意 这个检测器呢 跟我们前面学过的很多东西的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前面学过的很多方法 我们常常追求的是 比如说选择性 我们要测这个物质的时候 最好不测那个物质 或者说我们测这个物质的时候 在一个波长 测那个物质的时候 在另一个波长 而气象色谱的检测器呢 恰好呢 和这个概念是相反的 我们需要一个这个检测器 这个检测器 对所有的物质的响应 最好是都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变任何东西 它对所有的物质都能响应 因为我们色谱已经把这个物质一个一个 已经分开了 如果它对每一个物质都能响应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通用型的检测器 如果它只对一个物质响应 那就麻烦了 那我就得做一个物质 换一个检测器 做一个物质换一个检测器 或者做一个物质换一个波长 那就很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位置物 留下来的时候 它的波长是多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气象色谱的检测器 它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就是它的通用性 就是它的通用性 它对任何物质最好 它的响应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对检测器的要求呢 首先呢 就是它的通用性要非常强 其次呢 都是一些分析化学上常用的要求的 比如说灵敏度 我们当然需要高 线性范围 我们当然需要宽 响应的速度 那当然要快 不快的话 一个风出去的时候 它反应不过来 等第三个风出来的时候 它才响应第一个风 那就来不及了 对吧 所以它响应的速度要快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实 就是结构要简单 我们不能拿一个核磁去当气象色谱的检测器 也不能拿一个这个 指朴去当一个气象色谱的检测器 如果一个气象色谱卖一万人民币 我们拿一个卖几百万人民币的仪器去做检测器的话 我们这个仪器就太贵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设计非常便宜的 能够跟我们的气象色谱相匹配的这样的检测器 所以气象色谱的检测器的设计是很有学问的 既要通用性强 对所有的物质都要能够测定 又要便宜 对吧 还要灵敏度高 还要先行范围宽 还要响应速度快 那么大家想一想 哪些我们学过的知识 可以用来设计气象色谱的检测器 当然这个知识不局限于光是一气分析学过的知识 我们所有的从小学 小学开始到长大 我们学过的所有的知识 是不是有很多都可以用来设计 这个气象色谱的检测器呢 我们说最简单的 目前的一个气象色谱的检测器呢 是一个什么检测器呢 惠斯登电桥 是个惠斯登电桥 就是一个所谓的热导检测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导检测器的基本的结构 热导检测器是目前最简单的检测器 价钱便宜的不得了 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结构呢 其实也很简单 它就是把一个 大家看 这是一个 热导材料 就是这个材料呀 它是这样的 是个热敏材料 它这个材料这样 就是温度呀 变化的时候 它的组值会变化 我们知道 这是很常见的 很多电如斯就有这样的性质 对吧 那么温度变化的时候呢 组值会变化 那好了 我们拿它呢 来做这样一个反应式 我们呢 先让这个气体呢 比如说 我们把它 把这个电在这放一个热导丝 在这放一个热导丝 我们呢 先让一个气体呢 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气象色谱 假如说我们是在150度下工作的 那么我们的载气呢 在150度下穿过来 就进去出来 然后呢 再从这里再进来 再出来 那么这是两个币 就类似于我们惠斯登电桥的两个电子 所以呢 这实际上是个热敏电子 对吧 这是一个热敏电子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温度 只要恒定的时候 它的组值是一定的 这种丝 大家知道是在电子市场去买几块钱 一个很便宜 对吧 那么我们买了这两个丝 我们装到这里头 然后呢 我们让载气呢 从这里进去 从这出来 然后经过一个色谱柱 然后再从这里进去 再出来 就是在进色谱柱之前 先进去一次 进色谱柱以后 再进去一次 由于温度是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 这两个的组值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用灰色灯电桥呢 把它的电流调到零 调到零 这时候呢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现在我们开始注射样品 我们让这个样品 从这进去 从这出来以后呢 不是 让这个气体从这进去 从这出来载气 出来以后呢 经过一个进样阀的时候 我们在阀里头注射一个样品 一注射样品以后呢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载气再进来的时候 就不是纯载气了 它就有了样品了 对吧 样品在色谱柱里头分离 完了以后 一个带一个带的 就在这个载气里了 由于样品的导热 系数和载气的导热系数 有可能不一样的 因此呢 这个电炉丝呢 我们是加热的 因为它有气体流动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温度是恒定的 但是导热气体的导热系数一变 这个电炉丝的温度就变了 因此呢 电炉丝的温度就一旦一变 那么惠斯顿电桥就不平衡了 就有电流流过来了 所以呢 只要有一个组分进来 只要这个组分和载气的导热系数不一样 那么立刻呢 惠斯顿电桥就出现一次不平衡 就产生一个电流 这个电流呢 就是一个风 有多少条带 它就能产生多少个风 只要有一个前提 大家明白 就是这个组分一定 它的导热系数 要和载气的导热系数不一样大 如果两个完全一样大的时候 没有风 对吧 因为它导热的能力一样 对这个组织没有影响 只要有这个载气呢 它的这个导热系数和样品的导热系数 只要不一样大 那么每一个组分呢 只要混到载气里头 这个惠斯顿电桥就会出现一次不平衡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看非常简单的检测器 对吧 那么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 我这里列了一张表 大家觉得什么气体 做载气 比较适合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这些还 这些物质的测定 谁做载气 最适合 测定 因为这是我们从物理化学的手册上看到的 某些气体和蒸汽的热导系数 是氢气好 还是氮气好 大家看看 氢气好 为什么呢 因为氮气的这个导热系数呀 从零度的时候 2.17到100度的时候 3.14 大约就是2到3 导热系数 是不是 而这个甲烷呢 乙烷呢 丙烷丁烷 差不多也就是 2到3左右 也就是一点几到3左右 对不对 所以它和这个 氮气的导热系数离得太近了 离得越近 响应就越迟钝 灵敏度就越逼 但是呢 氢气不一样 氢气的导热系数是17到22 很高 所以氢气导热很强 等这些物质一进去以后呢 它会影响氢气的导热系数 对不对 它会给这个导热的这个能力呢 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说用氢气做载气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可能呢 就比这个用氮气做载气呢 灵敏度就要高 所以呢 一般的来讲 如果用这个热导池 气象色谱如果用热导池 做检测器的话 一定要记住 大家用氢气做载气 我们很多同学 用氮气做载气 结果什么信号都测不出来 就去问老师 我说老师 我这什么什么信号都没有 为什么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用了氮气 那么因此呢 如果用这个热导检测器的话呢 那么我们要用氢气做载气 那幸亏啊 气象色谱也不外乎就是氢气和氮气 反正导过来导过去就这两个气 偶然呢 又会用点氦气 因为氦气贵 偶然用点氦气 一般就是氢气和氮气 所以也没有太多要选择的 那么大家看这道检测器 它有这么几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 对吧 其实就是个绘子灯电桥 只不过那两个电桥上的电阻呢 换成了两个热敏电阻就是了 对吧 然后把它装到一个两个 这个密封的管里头 让留两个口 一个进一个出就行了 第二个呢 它对无机物和有机物都有响应 它是一个真正的通用性的检测器 绝大多数的气体 在它这个检测器里都有响应 所以它非常好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它的灵敏度不是很高 热道检测器的灵敏度呢 不是很高 这个常常就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就是说便宜的东西总不是好货 好的东西一般都不会太便宜 这个没办法 所以呢 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物质的分析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检测器 比如说最典型的 大家知道农药的检测 农药残留 我们的现在的检测 全靠气象色谱 对吧 那么农药残留呢 现在按照国际上 对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要求呢 越来越高了 所以对农药残留呢 检出的灵敏度呢 我们就要求的呢 要越来越高 检出线要越来越低 那么因此呢 热道检测器就不适合了 那么另外一种检测器 叫轻火炎离子化检测器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检测器 它的灵敏度很高 所谓的轻火炎离子化检测器 实际说白了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测器 这个检测器 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 大概也不会超过一百块钱吧 我估计 就是说 它的基本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 基本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这底下 这是气象色谱 载带着样品 分离完了以后 从这里进来 对吧 气象色谱的样品 从这里进来 然后呢 氢气呢 如果要是载气 是氢气的话 这一路氢气 也可以不要 如果载气是氮气的话呢 那么氢气就从这里进来 空气从这里进来 为什么要把氢气和空气进来呢 我们要在这燃烧 我们叫轻火炎 对吧 叫大家看 叫氢火炎 离子化检测器 也就是要用氢气来点燃一个火炎 那么氢气和空气进来以后呢 和这个载气 如果是氮气 里头呢 有各种各样的有机的成分 来了以后呢 在这里燃烧 我们知道 燃烧的过程中呢 这个所有的有机物都有可能呢 它的价电子呢 被 因为燃烧高温嘛 就被打掉了 打掉了以后呢 它们就变成了离子 就变成了离子 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在这里放两个电极来收集这个离子 或者电子 那么我们如果在这里放两个电极 如果光是载气 氮气的话 在这个温度下呢 它不电离 它不电离 那么因此呢 就没有电流出现 一旦有了有机物 有机物在这个火源下呢 马上就电离了 一电离 就有电流 就这两个电极呢 就收到了电流 然后呢 在这里一放大 就知道了 那么所以呢 只要有有机物进来 就有 这个 电离 有电离 就有电流 有电流 那我们就测到了 它的电流的大小 那么电流越大 显然呢 这个有机物的 这个蒲带的 这个浓度就越大 所以呢 采用这样一个办法来做 大家看也很简单 如果在实验室 自己做的话 这也废不了什么事 对吧 只要那边放一个微氨表 或者放一个钠氨表 每次看那个指针的变化 就知道一个风出来了 又一个风出来了 然后读那个 表头的电流的大小就可以 当然了 我们知道 现在测电流是很灵敏的 对吧 现在我们测到钠氨级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检测器的灵敏度呢 要比热导池的检测器 灵敏度要高得多 所以呢 这我们把这样一种检测器呢 叫轻火炎离子化检测器 那么这种检测器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说第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灵敏度比较高 线性范围相对的也比较宽 因为测电流 这个本身呢 这个安培表测电流呢 它的灵敏度就本来就比较宽 另外呢 它适用于有机物的检测 几乎所有的有机物在燃烧的时候 都可能离子化 所以呢 我们说它也适合于有机物的检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它不能够检测惰性气体 为什么呢 因为惰性气体在这个条件下不容易电离 否则的话就不能测了 因为载气要也电离了 那就没法测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不能够检测一些惰性气体 还有像空气 水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等等 像这些 这个气体呢 就是相对惰性的这些气体呢 那么 这个检测器不太零 这个检测器呢 主要是对有机物的 所以对农药残留 这个检测器非常好 那么 其实呢 现在还有一类更好的 对于农药残留 特别是对于这个 POPS 就是持久性的有机物染物 就是含氯的有机物染物 现在有一类检测器更好一点 就是所谓的电子浮获检测器 电子浮获检测器 是一类专门的检测器 它的通用性不太强 不像刚才的热导池 或者是轻火炎 我们知道热导池呢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测 轻火炎也几乎所有的 除了几个多性气体无形以外 但是呢 电子浮获检测器呢 主要是针对鲁素的 主要是针对含氯素的有机化合物的 那么这类检测器呢 但是它的灵敏度呢 非常高 所以它特别适合于测POPS这样的东西 就是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学校有一个 POPS国家的POPS中心 在环境系 他们这个 前几年 从成立到现在呢 一直很多年了 前几年他们虽然叫POPS中心 但实际上他们 没有任何设备能够测POPS 所以主要是在做这个政策研究 那么这几年呢 他们进了一些仪器 那么 POPS最比较 相对的比较灵敏的呢 就是电子浮获检测器 电子浮获检测器 它的基本原理呢 也很简单 它跟这个刚才的氢化线检测器 有点不一样 它呢 正好是反过来的 它是先让载器离子化 它先让载器离子化 也就是说 比如说用氮 做载器的时候 先把氮气离子化 那么氮气怎么离子化呢 当然最简单的离子化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贝打方射源 就是在载器的那个地方 放一个方射源 然后呢 浮罩那个氮气 然后一浮罩以后呢 那个氮气呢 就被离子化了 就变成了一个氮气的正离子 然后呢 这个氮气的正离子呢 就会 大家看 这是一个 这载器从这里流过来 然后这是一个浮罩的这个放射源 那么氮气的正离子就产生了 正离子产生了以后呢 从这里排出去的时候呢 这有一个电极 这个浮罩源这里有一个电极 实际上呢 就测到了这个载器的这样 因为它是个离子流嘛 就测到了它的电流 因此呢 在这里放大以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载器的电流 作为背景电流 然后呢 如果要是含电负性的离子 比如说鲁素 它们来了以后呢 它会捕捉电子 它会捕捉电子 它一捕捉电子以后呢 鲁素呢 就带上了负电 带上了负电以后呢 再和带正电的氮呢 就结合 正负相吸嘛 就结合 结果呢 就使得这个载器原来的一个很大的电流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降低 对吧 因为电流 电子降低了 这个正离子呢 又跟它符合了 那么这个信号呢 就降低了 所以每出现一个鲁素 就会出现一个倒着的风 就会出现一个倒着的风 对吧 就会把这个电流呢 就会淹没掉一些 就倒着的风 那么因此呢 它就可以来测定含氯的 或者是含氯的 这个一些有机化合物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含氯和含氯的有机化合物 那么都是现在环境污染物上最怕的污染物了 二个因就是这样的东西 大家知道 对吧 就是说 而且它是持久性的 它在地里头不容易降节 比如说我们过去的666 到现在还在我们各种食品里头 虽然我们禁用了很多年了 那么这些含氯素的这个有机的农药呢 那么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呢 灵敏度非常高 所以这个仪器呢 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对氯素 其次呢 对一些垫覆性的比较强的 像硫 磷 氮 氧都有比较强的响应 而这恰恰我们知道含这个鲁素的是POPS 就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 含氯和含氯的都是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些农药 是吧 所以呢 它对这些有毒有害的环境污染物呢 灵敏度相对的都比较高 所以可以用于衡量农药的残留分析 但是它的缺点是呢 它的线性范围比较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利用这个淬灭方式的 对吧 就是说它是利用把这个任何一个方法 如果是淬灭方式 大家可以想象 就有点像吸收的方式 它的 比如说你吸收10% 吸收90% 吸收99% 那么你要想再往下吸收就很难了 二二因这样的物质 我们知道二二因 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 二二因的这个毒性很高 对吧 它比DTT要高几万 多少万倍的 所以呢 那么 很低含量就对人体有毒 所以呢 我们要建立很灵敏的测定它的方法 那么这时候呢 电子俘获检测器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检测器 这是第三类检测器 还有一类检测器叫火焰光度检测器 这类检测器是更专用的检测器 只对两个元素灵敏 一个是硫 一个是磷 那么对硫和磷灵敏的检测器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讲了 现在的很多农药 其实都是含硫和含磷的 所以几乎所有的农药都可以用它 还有很多的药物 其实也都是含硫或者含磷的 对吧 我们人吃的药也是这样 所以呢 火焰光度检测器呢 其实看起来指测两个元素 但实际上它的应用范围呢 非常广泛 因为没有那个农药不含磷 有机磷或者有机磷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只要能测磷和磷 其实就能够广泛的用于农药的分析 那么火焰光度剂呢 它是一种典型的发光式的光度剂 它是什么原理呢 它就是说含磷或者是含磷的物质 在燃烧的过程中 自己能够被激发 跃迁到激发态 当它回到激态的时候 会以光的形式辐射能量 其中磷呢 在394个纳米 磷呢 在526个纳米 能够辐射出来它的特征波长的光 因此呢 这种检测器呢 其实就配了两个绿光片 没有单色器 因为它就测磷或者测磷 你要测磷的时候 就把磷的绿光片放上去 测磷的时候 就把磷的绿光片放上去 然后呢 实际上就类似于一个发射光谱了 在火焰里头燃烧 然后发出来的光呢 经过绿光片 让394纳米 或者是526纳米的光穿过来 然后呢 用一个光电被证管检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仪器 从结构上也不是很复杂 大家看 载气从这里出来 然后呢 氢气从这里进来 那么如果燃烧了以后呢 那么在这里呢 流或者磷呢 就会发射出来 它们特定波长的光 然后呢 在这里放一个绿光片 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一个散热的装置 因为它温度比较高 不要到光电被证管里头 把热散掉 光把光线从这里穿过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光电被证管就能够检测到 流或者磷的特征的发光 那么这就是一类专门测定 流或者磷的特征发光的检测器 当然除了这些检测器以外呢 气象色谱还有很多的检测器 现在那么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通用的检测器 就是直谱 那么但是呢 如果GC和直谱连接了以后 大家一般就不把直谱叫检测器了 反过来把GC叫样品的进样系统了 因为直谱就是任何事情 都有它的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 那么直谱仪器 它比GC要贵得多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就这一类工作呢 就得放到下一章去就讲了 就是讲直谱的时候 讲为什么要用气象色谱来做一个样品 进样系统 而不是气象色谱用直谱就做检测器 但实际上本质上呢 直谱在这里就是做的检测器 对吧 另外呢 我们知道还有这个 所谓的气红连用系统 就是气象色谱和红外光谱连用 气象色谱和红外光谱连用呢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红外光谱的灵敏度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气象色谱呢 分离完了以后呢 用红外光谱来检测的时候 现在应用并不是很广泛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还找不着 灵敏度非常高的红外光谱的方法 红外光谱本质上是一个灵敏度比较低的方法 那么这就是目前 气象色谱的这个检测器的基本的情况 我们休息会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